凌晨3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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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热练的温度 凌晨38度 凌晨38度 爱情热烧的温度 凌晨38度 凌晨38度 快乐美好的温度 有你在身边 就是幸福 凌晨38度 她为了追依依啊 这个家伙 挑头就要跟陶文分手 我觉得这个孩子 还是很不错的 肯吃苦 有上进心 放着少爷的生活不过 一定要到基层来锻炼 挺难得的 你什么意思呀 不会是想撮合 李莫跟我闺女吧 起码是不是比那些 相亲网站啊 还有陶文孙月界上的男人 那有什么用呢 我们依依对那个李莫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何况中间还有个陶文 陶文跟李莫肯定没戏 那平时吃啊 穿啊 都可以让 这男人和婚姻哪能让啊 是 你就没让 而且这点做得还挺好 是不是我们都应该 向你学习啊 黄月萍 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今天我去训练 我就再跟你说一次 想当初是你跟老杨离婚以后 我才接受杨长和的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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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说哪儿去了 不说依依的事吗 就是呀 扯什么要扯 我觉得依依现在还小 很多事情吧 考虑得还都不全面 那你说找男人图什么呀 不就是图她对女人好吗 然后才是事业啊 身份啊 你说李莫哪点不占呢 是不是 行 只要她不跟熊大 怎么都行 莫河 莫河 好消息 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你订大功率设备 已经到位了 看来这一次 你肯定稳草神圈 拜拜 拜拜 这次可是我自己 逃遥不买的设备 休想再让公司 给你配置同样的设备 兄弟 我一定要赢你 来 喂 余总 林沫 你一会儿能到我这儿 来拿个东西 然后帮我送到一个地方吗 那个地址呢 一会儿我微信给你传过去 我都已经到家了 而且换完衣服了 如果要是时间紧张的话 你就不用穿功夫了 就怎么方便怎么来 姐 怎么还没到啊 这一切行不行啊 不是忽悠我们吧 不是收好的 让我们先验一下货吗 应该快到了吧 哎 你干嘛呀 躲什么躲 你还收快递呢 我收 是啊 当然啊 你不收谁收 走走走 哎呦 谁扯呀 好 王远峰先生吗 请签字 对 我是 我是 你不用穿快递服啊 这是急件 其实我已经下班了 您不会投诉我吧 不会不会 绝对不会 我跟您开玩笑的 您很幽默呀 您这个地方好像是武馆 对啊 您有兴趣学吗 我给你打折 我平常自己就练一练 那咱们回头可以 切磋切磋嘛 行 没问题 那我以后就打这电话找您 对 这个是我的电话吧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好好好 瞧着女婿 开着跑车送快递 就是这么拉风 我这外甥女婿啊 平易进成学贯中期 长得还挺帅的 又会说话又会聊天 一就交给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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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让我来给她 对 好的 谢谢 我说 你不想 那我呢 好 唉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喂 收到微信没有啊 高速点忙 微信见 什么事啊 没事啊 我就是提醒你吃饭 不是他呀 那又哪是谁呢 一哥 你来看看 这今天怎么回事 差这么多啊 我听说 他们那边又弄了不少高科技 上次给咱们的电脑 咱们也都不会用啊 一哥 我看咱们得找外援 那是老军浩 我们呢都是跳舞的 对我来说呢 感情是感情 专业是专业的 我希望你相信我的专业素养 就像我相信您的才华一样 不行不行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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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拉并爬了 太好了 辛苦你们了 去 这几点了 你看我肚子饿 都要吃饭了 那你想吃什么 我请客 千万别客气 别客气 行 掏书馆我去买啊 别啊 我现在跟你们一样是普通员工 普通员工啊 小桃 你说吧 你想吃什么 还是我去吧 我希望等我回来 听到你把软件搞定的好消息 大晚上呢 要一个迷你去 也不太好吧 快去吧 你吃饭怎么那么小啊 做贼呢你啊 吃饭了吗 我在小雪那儿吃了 就是小雪 你们俩关系还真是好呢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是啊 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还不反驳 不是 你 这么晚打电话找我干吗呀 你还记得你柳君号吗 就是上次我相亲 被我推水里那个 记得呀 怎么了 他好像对我还不死心啊 是吗 我问你个事啊 你还有别的微信号吗 我怎么可能有 另外一微信号啊 我一个还玩不明白呢 我还弄两个 那这神秘人还真是柳君号啊 什么神秘人啊 就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的老给我发微信 还指导我舞蹈像颠牌什么的 就像蝙蝠侠一样 有时候生活中是一面 在人有危难的时候 他有另一面 真的 我觉得这人 很有可能是柳君号 他真的跟蝙蝠侠似的 什么蝙蝠侠呀 要真想追你的话呀 他就正大光明的 他天天这个 给你提供点线索 让你猜是谁 这人就是居心叵测的 不是 是我聪明自己发现的 再说了 人家确实也帮了我大忙了 是啊 阿世能帮你忙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呀 我也就是能帮小雪送送快递什么的 对 你这辈子就是为小雪而生的 算了 你就跟你那刘老师好好相处 居然还挂我电话 你不介意 我希望多带贝贝出去玩玩 我想多陪陪她 李沫 我还是不想放弃你 可是很难 你有多难我就有多难 没到最后未见分晓 你跟熊蛋之间是这样 我跟杨芸依之间也是这样 不 那是我跟你的事情 跟安琪儿没关系 好啊 那我就用 帮你赢了熊诞这个筹码 我要赢回我自己的爱情 唐文 你真的很让人瞩目不透 如果熊诞输了 会离开依依 依依会选择我 如果我输了 我会离开依依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能赢 可是 我不是为你赢的 可是如果你输了 你更不会选择我 我比熊诞了解 即使你输了 你也不会放弃杨依依的 能让你放弃的 只有你自己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不用管我 你只要做你自己 想做的就好 我不喜欢被蒙在鼓里 更不喜欢被算计 你为我做的 我放在心里 就像蝙蝠侠一样 我觉得这人 还有可能是有聚好 刘老师 你好 我是李沫 你好 你好 您 那个一呢 今天是我约的您 您请坐吧 李先生 李先生 您在电话里面跟我说 说是依依有事找帮忙 什么情况 这次是想麻烦您 帮依依编一支舞蹈 就是这次这个 舞蹈比赛 我知道您是 舞蹈大赛的评委之一 我也知道 这不太符合规矩 但是我想什么事情 都有例外吧 对了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您随便填个数字吧 李先生 我跟依依呢 交往也不是特别地深 但是在这个 交往的过程当中呢 我对她的人品 多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 我觉得依依呢 应该不会喜欢 用这种方式 对待她热爱的舞蹈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您应该不算是 她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吗 我不是一个舞蹈家 所以我只想用我的方式 来帮助她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关键呢 是您这么做 有点侮辱依依 多少呢 也有一点侮辱我 追求依依的人呢 很多 我不瞒您说 我也算一个 但是我会选择 用尊重她的方式 喜欢一个人呢 可以放肆 但是爱一个人 需要克制 我告辞了 喂 萧萧 萧萧姐姐 那个 你跟熊诞哥哥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啊 他跟你搞妆了 不是 不是 我就是看熊诞哥哥 他情绪好像不是很好 我哪影响得了他心情啊 萧萧姐姐 你难道不知道 你是熊诞哥哥的情语表吗 你才是他的情语表吗 什么 没 没 没完 萧萧姐姐 我就是看熊诞哥哥 最近不是在比赛期间吗 我是怕他情绪不好 会影响比赛 你也不想熊诞哥哥 输给李墨吧 当然不希望他输了 所以啊 你要是没事 就去看看他呗 对了 他手好像受伤了 严重吗 严重吗 看吧 你还是很关心他的 你不就是想让我去看他吗 我可是给你面子啊 好 谢谢萧萧姐姐 给我这个面子 妈 妈 那个 晚上我有点事 你能不能去照顾一下外公啊 我忙着呢 这样吧 我叫你舅妈过去住两天 你呀 平时上班也忙 咱们轮流照顾你外公 行行 你们神区都行 好嘞 杨老师 刘老师 您怎么来了 我是不是打扰你吗 不不不 您过来一定是有事嘛 对吧 您今天对我很热情啊 全是笑容 你看 刘老师 您之前又帮我送报名表 又那么帮我 我当然得对您客气点了 那个 随便坐吧 不是 不是 我是说随便站着 好 那个 我给您倒杯水 谢谢 他是蝙蝠侠吗 做好事不为人知 才是他想要的吧 就算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零点情总是应该的吧 小马 倒杯水 好的 杨老师 刘老师过来找我 是有话要跟我说吧 对 杨老师 不是 您想让我帮您吗 他承认他就是发微信的神秘人了 看哪种帮了 看会不会是那种 让刘老师为难的方式啊 我是有一些为难的 不过要是帮您 有一些原则是可以放弃的 关键是您帮完我之后 我可能不能给您回报 至少是不是刘老师想要的那种回报 一个男人帮助一个女人 还要什么回报 这也太没劲了 也不够绅士 刘老师最绅士的 我能知道一下 我有多少情敌吗 要这么问的话 我现在就一单身公害 要说情敌 那满天下的男人都是您的情敌 单身公害 这词挺好的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一个女的 形容自己是单身公害 给这发微信呢 起来 喝两杯杯 有杯的吗 有 没有碗筷啊 有没有有有 帮忙调一下料呗 我不会 谢谢啊 还是没筷子 喝 谢谢 水开了吧 把东西下去吧 那你想吃什么你自己下呀 好像失败我来了 你怎么那么不科技啊 你是主人我是客人 下点肉吧 那个丸子也下来了 手干不干净啊 早洗菜手都洗过了 算我吃了 什么点事啊 欠我钱啊 不是 是我欠的钱 不是 我已经不怀疑你是嫌疑人了 你把钱拿回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这人很讲信 什么时候抓到了真凶 我再把钱拿走 等抓到真凶的时候 你得给我跪一下情罪 你 你不会跟一姑娘计较吧是吧 姑娘怎么了 姑娘就可以胡说八道 就可以不讲信用了 对啊 挺有理 不是 你 你 为什么知道我住这儿 你怎么自己跑来了 听谁说的 我 我会算命啊 掐 掐指一算嘛 对吧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我们是来吃饭的 对不对 吃起来嘛 这也好了没有啊 你现在这些东西都不太容易熟哎 你怎么会吃 这点味道怎么样 我嫂子 吃起来 下午还一会儿 我下午在碗里去那儿吃 吃啊 去吃吃 非让我吓那么多 你看看看 都老了 你也不吃 赶紧赶紧 你怎么随了啊 你头儿子怎么都不回来啊 人儿也要吃不完啊 会去上哪儿去了 看见没 看见没 咱一哥行啊 上回把那姑娘带走 一宿没回来 这回把那姑娘带回来呢 不错 这我们也进不去了呀 那咱们哥三 这准备去哪儿这是 去哪儿都行 关键是给一哥留地儿 对话 对对对 是 等我啊 我先给一哥打个电话 行 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喂 正找你呢 赶紧回来 吃火锅 一哥 我跟你说一声 晚上我们不回去了啊 别着急 千万别急 着急我 着什么急啊 我挂了啊 一个 这帮人 怎么 没事 咱们说接着晚上不回来了 还往里涮吗 先把这些吃完吧 别说得那么伟大 一句话 到底爱不爱杨依依 您 我只是想要一一有选择权 你这样 完全过度了才选择别人的机会 没有真正的公平竞争 特别是在看竞争 怎么了 发什么来啊 没什么 还是放在这儿 我们就跑来 在这儿 我在找什么呢 我找什么呢 一改放学了 我得接一一去 我告诉你 现在合同机还没满呢 你跑不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轻易离开的 其实 我特别羡慕小雪 她虽然有病 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但她还有梦想 她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所以你喜欢她 我还特别羡慕金珠 你对他们都特别好 就会对我不好 你羡慕他们干什么呀 其实他们都羡慕你真的 追求你的 全都是高富帅的男赏 有什么用啊 我又不喜欢 她不爱你吗 董 她不爱的是他们粉级 也不爱我 你说 如果我长得特别丑 他们会喜欢我吗 女人有时候啊 真的好毛对啊 又希望别人觉得你好看 又不想让别人 因为你好看而喜欢你 想念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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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了啊 别喝多了 来 别喝了 给你倒杯水 原来 来 喝点水 我都没饿了 喝什么水啊 你别开玩笑了行吗 你怎么可能没人爱呢 你说你为什么 对别人那么好 就是对我不好了 我怎么对你不好了 你刚才火锅 把我加菜的时候 你还 你还白眼了 我那是不想 对你百依百顺的 如果把你宠坏了 既然你出去外面 谁都会讨厌你呢 那你告诉我 我怎么做才算对你好 你要什么都听我呢 什么都得惯着我 宠着我 你怎么不答应我 行行行 我答应你 答应你 我跟你说 我确实话 他都已经不理我了 宋晨也跟人走啊 我现在身边 没有人了 就算你爱上别人 你也把我当朋友 说的都是什么胡话呀 来来来 我扶你 走 都不要离开我 都别离开我了 我不知道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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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多了 现在太晚了 我送你回家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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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我 我都回家了 依依 这是男生宿舍 你女生坠得点不方便 走 送你回家 这是我家 妈 你回来啊你 老公 好 好 好 杨姨 你电话响了 杨姨 来 接电话 喂 阿姨啊 我是熊蛋 没事 依依昨天在我这儿呢 没发生什么 有点喝多了 乖 怪公怎么了 医院 不是说你照看老爸吗 怎么回事啊 公司刚有点事 我同学又过来了 忙忙得忙的我就给忘了您 你的同学重要 还是老爸重要啊 行了 别说小丽了 你怎么回事 外公 怎么样 你没事 我没事吧 没事还能上医院啊 昨天晚上啊 你该放学了 我得接你去呀 我就要出门了 走啊 走啊 我怎么也想不起 你的学校在哪儿了 没办法 我就往回搜 不知道怎么的 我这脑袋就晕了 以后就气不得了 不知道怎么呢 我就到医院来了 外公 以后我不在 你不能乱走 听到没有 吓死我了 还好啊 是遇见好人 不然呀 熊蛋来了 外公 您记得我了 记得啊 什么不记得 我们家依依那么喜欢你 爸 人家还有上班呢 有时间再来看您 是啊 外公 我还得上班呢 那我先走了 慢走啊 以后再来 她很忙 以后不来了 妈 你怎么还护着她呀 我说杨依依 你现在跟熊蛋不能在劲了 老往一块儿走 以后呀 坚决不让她上我们家来了啊 这风言风语的受不了 昨儿楼下的那个张老太太 还问来着 问那熊蛋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杨依依 为什么 我说你这丫头 你怎么跟依依说话呢 你走 你赶紧走 别欺负我们家依依了 行行行 我走 我走啊 你们是一家人 我是外人 姨依 给我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还跑那么远啊 叔叔 你外公的病情恶化了 你外公的病情恶化了 是你爸爸这么说的 我问我爸去 姨姨 我听了之后 我心里特别地难过 姨姨 胡闹吗 你们这不是 你们怎么能够 男老爷子撒谎啊 这不是撒谎 老爷子的病情 虽然没有恶化 但我们都清楚啊 他清醒的时间 确实在减少 你说 老爷子是不是希望 咱们依依有个好回头 他最大的信念 是不是希望 咱们依依幸福 是 老爷子是希望依依幸福 那你们就骗依依 是吧 姐夫啊 这个怎么能叫骗呢 你说 现在有这么好的规矩 摆在这儿 我们怎么能让姨 挑错人呢 还有啊 姨姨最近啊 老是两头伤头 往外面跑去喝酒的 每次和那个熊蛋都在一起 你说你作为一个父亲 就真的不担心吗 姨姨不是小孩子了 他们都是大人了 做事自有分寸 有什么分寸啊 反正啊 咱们不能让姨姨 落在她手里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 姨姨怎么选择 咱们先不说 你们凭什么就觉得熊蛋 这一定要差呢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那个 姨姨的另一个追求者 是市美快递的 唯一继承人 对啊 姐夫 我觉得她才好迷配呢 这才叫狼才女貌 意思我明白 我作为父亲啊 我当然也希望 姨姨有一个好的归宿 对吧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这么长时间 熊蛋这小伙子的为人处事 我一直看在眼里 心肠好 有担当 对吧 就咱们姨姨那臭脾气 我觉得要找着熊蛋 还真挺合适的 反正 他们两个人 如果要是真心真意 我没有意见 贫谏夫妻百事 你真希望咱们姨姨以后 为了那些柴米原员的事 吃苦受罪是吧 你说这话 是不是有别的目的啊 我听说你那吴管 又不行了是不是 不 怎么就不行了呢 姐夫啊 你说我们今天来了 也不是逼姨姨 做出什么选择 我们俩也是希望 姨姨有一个好的心态 重新面对感情 不过姨姨啊 现在缺少动力 不过姨姨啊 姨姨啊 妈知道 现在说这个不合适 但是你现在已经看到 你外公的情况了 趁你现在外公的病 还可以控制 你就领个男朋友回来 让他老人家看看吧 我是说真正的男朋友 真正能跟你结婚 能照顾你一辈子的 你外公这个年龄了 他还能图什么呢 唯一的心愿 就是能看到 你有个好的归宿 你要是再争点气 赶紧结婚 赶紧再生一个 到时候咱们家四十同堂 姨外公的病也能控制 姨外公该有多高兴啊 说不定这一高兴 他病可能会好一大半呢 你说呢 姨姨 真的吗 毕举 老师 小心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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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想多深 恍惚之间 回到从前 你还没走远 摔心自然 像蓝蓝的甜 我们之间 回过了时间 你不再恋我 不把手而切 那些拥抱 那些情话 和那些沉沉 滴滴答答 流程也飘散 时光太深 青春太浅 多少人能够 滴得过流年 那是不懂 现在不懂 我 却试过境迁 热烈变无言 时光太深 轻声一叹 我们的缘分 只剩下草剑 看你一眼 再看一眼 这人海汹涌 这人海汹涌 再也看不见 这人海汹涌 再也看不见 在海汹涌 通讯